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通都是禁止餐饮内用的 而且现在是越来越多县市都要跟进了 美食之都台南顺时中 现在却反倒招来了大批的市民 在这两天是灌爆了市长黄伟哲的脸书 说这个市长拜托再三思一下 台南的美食要开放这个餐饮的微解风 开放内用 很有可能今天过后还会有变数 另外一方面 这一阵子台北市长柯文哲炮打中央的火力 是一天比一天更猛烈 最新一份六都网路声量的排行榜 柯文哲抢下了话题王 好 现在台北市长民众党的柯文哲 成了舆论的焦点 那国民党会不会惨遭边缘化呢 蓝白势力怎么样的消长 我们稍后一起来讨论 好 我们赶快先来介绍今天现场的来宾 第一位我们要来欢迎的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孟琪好 大家平安 好 再来我们介绍的是民进党台中市议员周永侯 孟琪好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平安 好 再来左手边邀请到的是基层医疗协会理事长林应然 谢谢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林医师好 接着我们要介绍的是国民党新北新议员叶元之 孟琪好 大家好 好 我们赶快先来看的是指挥中心松绑了管制 7月13号之后就可以开始微解封了 好 本来是一番好意 但是现在却因为各地的标准都不一样 反倒惹来了民怨连连 来看一下最新的报道 听到指挥中心宣布餐厅可以恢复内用 小吃店的老板赶紧整理餐桌和店面 连锁火锅店业者也忙着消毒 迎接微解封的商机 但结果不如预期 谢谢 就怕脱口罩用餐增加飞幕传染可能 六都除了台南市开放内用 其他一律尽致 而基隆 新竹 苗栗 云林 嘉义 宜兰 内用也都占不开放 光是内用的限制 全国步调就不统一 CDC有条件松绑 同意国人组救人以下的旅行团 开放健身房 电影重新营业 但却禁止室内五人聚会 幼稚园补习班继续停课 让网友气炸痛批 可以一起出去玩 但住同间民宿违法 五人聚会违法 五人健身合法 看电影吃饭跟陌生人 共处同空间不群聚 但却不能去学校 幼稚园还是继续停班停课 电影院还有健身房好像就开放了 感觉应该是要返过 电影院好像反而是空气比较密闭的空间 像我们家一家就七八个 那不能聚集吗 你出去的话变成也要两台车 三级为解封标准矛盾多 国民党主席江启成带到集会 在脸书向中央开炮 五月陈时中拿手板霸气要求全国标准一致 说法一致 脚步一致 但三级为解封却转身要求地方政府制定措施 中央职权前后矛盾 要扛责就甩锅 为解封指引不清楚地方有责无权 根本是未解封 哪一些标准是中央订定 哪一些标准是地方订定 也应该全责划分 不要到时候又甩锅给地方 各地方更有权责去做一些调整的空间 所以我认为江启成只是把他政治语言 所谓甩锅说只是要再打击民进党政府 不满蓝营的甩锅说 绿营立委反击要江启成别在政治操作 中央地方应该相互配合才能成功防疫 好这个为解封矛盾多 到底民众要怎么依循呢 等一下要来请教一下林医师的看法 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 昨天台湾的病例数是新增32例 全部都集中在北台湾 台北19最多 新北市11例 桃园市也有两例 虽然说我们台湾现在已经连续15天 每天的确诊的本土病例数都低于100例 好不过指挥中心谨慎起见 还是将三级警戒往后延 要一路延到7月26号 不过这当中呢 有放松了不少的管制措施 好这当然呢 引来了很多人说 是不是有点矛盾呢 不过我们看到阿中部长告诉大家 他说现在台湾我们要拼的是什么 我们要拼7月26号降级 这才是真正的目标 好我们要拼7月26号降级 可是我们现在又有很多这个违解封的指引 如果这样做 真的这两个礼拜违解封 会不会影响到7月26号的降级 这真的是民众现在非常关心的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指挥中心 目前正在召开记者会 一起来看 好我们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午安 那谢谢大家今天假日来指挥中心参加我们的记者会 那今天我们记者会还是由我们陈指挥官来亲自主持 然后我们的副指挥官也同时到会长上 此外出席的还有我们社区防治组的庄想 庄副组长 建发言人以及医疗应变组的罗一俊 罗副组长以及我 那接下来就请我们指挥官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我们目前工作的一个情形 好 各位记者女士先生大家好 大家午安 那先跟大家报告 今天确定的病例 那本土的病例有31例 那 那比较好是居隔里面阳性的 是有19例 所以这原来旧案 那新案大概有12例 然后台北市有13例 新北市也13例 那桃园市有4例 那基隆市有一例 那总共解隔离的 现在达到83.9% 这目前的 相关的一些确定病例的情况 那 联合前进指挥所 他作为里面 但 整体来讲 那7月9号 本荣一市热区的筛检 造成1400人检验了2249人 含热区的人员 其他工作人员摊伤 外围的摊伤及民众志愿的 那其中有一位是确诊 那三市场目前感染情况 在7月2号成立 那今天是第9天 那整体在筛检的情况 我们看在 7月1号到7月3号的时候 那裁检在北农一市 裁检的6075人 北农二市2658人 环南市场2786人 那验出阳性确诊的是北农一市9人 北农二市2人 环南市场40人 那7月8号 7月9号 这次在第二次再做 然后在北农一市 在热区刚才讲2249人的裁检 那验出一位是阳性 那环南市场裁检的2422位 有三位是阳性 然后再加上 三市场的周边的摊伤及社区的筛检 三日在不管是在 万大的裁检站或是冰江或双园 等三站的筛检的结果 全部都是阴性 周边的都是阴性 所以从7月1号到7月3号那时候 相对的阳性率 有0.44% 那中间匡列了321人 那到最近7月8号 9号整个筛检的 阳性率是0.08% 那也匡列了 匡列了321人 那整体案件 看起来已经 比较改善 但下礼拜还有相关的一些筛检 还是会持续 那我们今天跟台北市政府这边有联络 我们认为这个前进指挥所 联合前进指挥所 这任务已经告一段落 这个已经整体的一个疫情 在缓然这三市 应该已经受到控制 那只要持续 匡列 有状况的时候 那个别去处理它 应该可以把这疫情控制住 所以我们也宣布就联合指挥 前进指挥所 我们今天就解编 那这个案15221指的是 划除专案的指标个案 那整个在职场的接触者 那阴采2628人 那已经采了2602人 那阴姓的2601人 那阳姓有一名 然后在同住者指的是15221的同住者 那阴采5名 阴采5名 那阴姓2名 阳姓3名 那是 这个阳姓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这家一家里面总共4个人染疫 那另外的 另外在 划除专案里面的接触 他的一个匡列里面 采检出来这一位 阳姓的 那他的那个同住家人也在今天也确诊 他家里面有一人是确诊的 所以这对于15221 整个划除的专案 目前在职场方面 看起来相对的稳定 只有一位是阳姓 那屏中 第二塔印度病毒 变异株的群区 相关 个案 这张图是跟原来一样 那相关上有画的比较稍微 还复杂一点 仍然是维持总共是17个案例 那15个有基因定序 那都是Delta的病毒 那另外在法寮医院这一边 相关的 他所有的 个案接触者 匡列及检验的情况 从他的那个 确切的接触者 684人 那医院全员 1,017人次 6月14号之后的病患就医家属 就医的病患及家属 3,033人 这些全部检验都是阴性 那目前呢 在住院隔离的有13人 那居家隔离的总人数 那时候 匡列667人 有537人已经解隔离 那医院大概这两天也会进行第三次的全院的 筛检 那这个案子我们认为也是在控制之中 所以这案子我们大概 大概就持续 再继续的观察 不过 从他医院的筛检 他的一个社区的筛检 目前看起来 这案子应该是控制住了 那近来大概在这次的 这个我们的松绑 四度的松绑里面 在幼儿园大概大家关心比较多 也反应比较多 那第一个 我们就是说 从幼儿园 从这一开始的时候 到现在 其实他也有 相当的一个案例在 那大家也看到在 5月23到29 那个礼拜达到最高峰 我指的这是0到6岁 0到6岁 有84人 那逐次的往下降 那降到当然这 现在大概是8 到7月4号到7月10号 是8名 不过其实占比是越来越高 那当然是主要是因为母数变小 母数变小 所以占比仍然是高 那幼儿园 当然这 这边0到6岁这边有代表说 他们都一定会到幼儿园 可是幼儿园里面也代表一个 就是小朋友就0到6岁 那或是3到5岁都会去 那每一个都在有一个群聚的可能性 因为小朋友确实你要做一个非常非常 好的一个区隔 有他相当的一个困难 所以 还是沿用教育部在 在 5月18日就有发过函 他从5月19号起 基本上就是公私立幼儿园 幼儿在 就是说停止道员上课 那暑假期间不另行补课为原则 然后幼儿园之教职员工以道员为原则 家长躺因无法在家照顾 或无法进行居家照顾者 个员人应安排人力 持续提供幼儿道员照顾及用餐的服务 那医护人员的 子女优先安排道员照顾 所以这是教育单位在原来的一个规定 那在这边有很多人反映就是说确实有一些 非常困难在家里照顾的时候 那可以跟原方来联络 那基本上还是不要人还是尽量少 因为幼儿园里面他还是有可能造成一个群聚 管理上不是那么的容易 那当然现在个案数比较少 那可以稍微的放松一点 但也不能全部来开 那另外还很提到这个相关的 日照 相关我们不管从 日照或是我们的据点 等等的 我们现在礼拜三 那本部也会在召开会议 在引你 在怎么样放宽的一个程序 那这里面考虑到现在是因为 大概上应该到7月15号 那整体的65岁以上的疫苗的注射 大概有意愿的都可以打得到 那见次又有一个群体防疫的效果 所以我们在下礼拜三会来研议 相关的这些 有关于长者的照顾的单位 要怎么样来解封 好 那我们今天的报告就先到这里 指挥官你好民事请教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持继的疫苗的最新的进度 他们有声明说完成必要的法律文件的签署 那是不是意味着他们跟台积电鸿海的进度 目前是一样的指挥中心的掌握 那第二题想请教 PTT上有人踢爆说万方医院 丰院他有这个患者指出不进 请问一下指挥中心有没有掌握相关的消息 谢谢 好 至于相关的这些 在民间购买疫苗跟政府合作 来购买疫苗 那目前都进行算顺利 那持继的我们把必要的一些法律上的文件 也已经给了持继 然后可以持续的去进行其他的一些洽购 那万方那请罗夫 好 那据我也了解 就是说万方医院他们 目前并没有封院的情形 他们是在过去这三天先后在同一个病房 同一个病室内 因为有确诊一位这个 病患之后有匡列相关的接触者 那同时在同病室当中这位病患的 看护以及他隔床 临床的这个陪病者 总共加上这位原来的病患有三位陆续在这三天 确诊 那因为这样我们总共匡列了这个病房当中 81位 这个列为风险对象 包括工作人员12位 病患36位 陪病者33位 那目前第一轮的裁检都是阴性 不过因为这个 因这个病房当中 有这样的三位确诊的一个情形 所以当然相关的一些人员就需要做一些 隔离或者是裁检 那也需要做医院的这些降载的工作 所以他们事实上在执行这个 因为有院内感染 那个相关的确诊病例 那需要做这个降载 而不是说封院 所以他们只是让这个 比如说星期一要登记住院的病患 会延后来住院 必于他们 利于他们来做一些人力的调配 跟病房相关的一些倾销 并没有到封院的一个情形 所以也希望网路上这些网友可以不要再那个转传 那个错误的讯息 这个是因为 因应有这个院内确诊的事件而采取的一些必要的动作 并不是封院 部长好 这边台式新闻有两题想问 就是有国内有医师说 现在呢 长者疫苗施打还是太慢 那指挥中心应该拿出一些积极作为 否则呢 对第二波的疫情没有帮助 那如果长者不愿意打 就赶快开放给年轻族群打 指挥中心怎么看 那么再来就是荷兰施打第一剂疫苗的覆盖率 已经打总人口八成 两周前解封可以不用戴口罩 但是呢 每日总 整数呢 瞬间从每人五百人暴增到七千人 那么有医师认为说荷兰疫情失控的关键是在民众行为上的变化 指挥中心怎么看 会不会对我们也是一个警示 再来是帮TVBS提问 台湾这几天疫情都维持在30多例 没有持续明显下降 会不会意外这次没有明显的缓降期 觉得问题呢是出在哪里 谢谢 没有缓 最后一题 前面几题 我的看法跟你一样 我们的看法是一样 那大家都在努力 所以不管你是在在打了疫苗到一定的程度 我们以前也强调 一定的个人的一个防护 也是要把它做好 那当然很多事情还是要做一个 就是在随时都要密切的注意 那也要滚动式的检讨 那疫苗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打得快 昨天我们打了22万 大概是这段时间的最多 那当然能不能打得很快 那当然跟疫苗的 供应也有关系 那当然很重要的 供应族 那大家符合优先出现的没有打 我有讲过 这没有办法一直等 就会持续的滚动式的往下来开放 这也是应该的 即使把疫苗第一剂的覆盖率 即使把它弄 做起来 那至少再建立第二条的防线 这也是非常的好 那刚刚问一下什么 台湾怎么样 你帮人家问的那一题是什么 环障期 你知道三十几例没有往下降 还是突然从一百例降到三十几例 是哪一个 三十几例还为什么一直没有往下降 那当然 越往到平坦 到最后的时候就越难 好像你考考试要考到八九十分比较容易 然后再往上又再进步 那相对就一步一步的难 那所以大家现在更努力 但是 也因为案件比较少 所以 大家可以努力 可以做的 那个疫苗可以做的 更精确 那这案子 大家说多 其实 大家今天也看到说我们的案子来讲 现在有时候都三十几例 它还是有一些不同 所以我们今天三十几例 三十一例 那可是 在居隔里面 就以前发病的 他的接触者相关被匡列的人 换句话说 这已经是 在我们的匡列范围内的有十九例 那剩下到目前的 当然这里面 还有一些会变成是已知感染源的 这些都会渐渐的就是 那些未知的会越来越少 那目前大概一定会持续将进步 那居隔里面会有阳性的 因为前段时间居家隔离的人多 那从那里而没有留在社区里面 那就是我们现在在控制的一个成效 部长好 刚刚您有提到说 下周要开会讨论 日照服务据点 可能会解封开放 但是除了疫苗的考量之外 也没有其他的条件 会考虑开放 第二个想请教一下 今天新增死亡的病例当中 有两位是比较年轻 都是三十多岁 另外序号 尤其是序号五 他是因为其他原因死亡 可以请教你的病况吗 谢谢 大概下礼拜三 我们做相关的考虑 那当然在以前就是大家对于这种 就年长者的一个群聚 也是一个非常关心的 因为毕竟他们的相对的 就是说 抵抗力跟身体对疾病的一个抵抗力 会稍微低一点 那但都考虑 为什么一开始要让年长者 先打 也是这个道理 那当然是打到一个情况 那也必须在生活照顾 身心上面也必须要照顾 所以本来就预计在打 到疫苗到一定的程度 就来开放相关的照顾 的据点 今天新增的六例死亡当中 有两例是三十多岁 其中序号三 这位三十多岁男性 本身是有糖尿病 高血压 以及慢性肾脏病 长期在洗肾 他在6月19号 因为有接触过其他的这个 确诊者 然后就前往医院去筛检 那筛检也是阳性 之后 进 就安排住院 不过那时候其实已经开始有这个 一些初步肺炎的一些征兆 那后来因为 这个血氧降低 那肺炎的病况恶化的关系 不行在7月8号的时候 过世 那这是序号三 那序号 序号五的这位三十多岁的 男性 本身是有这个慢性的吸行肝 眼吸肝 他是 在这个6月22号的时候 因为是这个先前确诊者的那个接触者 所以进行裁检之后 阳性安排到我们的 集中检疫所 那后来也转到医院去做这个 隔离 不过就在这个隔离的期间 在医院当中有 很明显一些情绪不稳的一个状况 那也经过医院的一些密集的辅导 滋伤 不过还是很不幸 在7月8号的时候 他是在病逝当中 自杀死亡 所以这个的死因不是跟我们的COVID-19 直接相关 我们就列为是其他原因的一个死亡 那他其实 隔离的当中 这个病况是算 蛮稳定的 就是说 本身COVID-19的部分是都蛮稳定 只是说到7月5号的时候 这个 所谓隔离10天左右的时候 他的PCR 还是CT值没有大于30 所以 有延长他隔离的这个时间 那 在对断期间 事实上医院已经进行过 一些多次的这种心理辅导 希望可以针对他情绪 的部分 能够 能够予以这个妥善的照顾 不过 他后来还是不幸在病逝当中利用 就是在病逝当中有自杀的情形出现 所以这个 我们后续 因为我曾经讲过 我们都是把全死因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不过这个 这个归类上大概我们后续会再做 一个检讨 周围观好 报道者提问 8日印尼 菲律宾 泰国跟越南等驻台代表 发表联合声明 希望政府可以让移工尽早 施打疫苗 然后因为现在大部分的移工宿舍 也都没有施施人数的降载 所以还是有一定的 那种群聚感染的风险 不晓得指挥 指挥中心在未来是不是有把移工纳入 施打疫苗的时间表中 另外想要帮黑猴健康提问 就是在下周 微解封之后 公卫专家特别提醒后续的监督控制 才是重要 指挥中心怎么确保各单位是否有落实相关的 防疫制度 这样会不会有罚则 然后在这段 期间是否会做流病调查 来确保社区的健康 谢谢 会 大概在 我们大概没有 特别针对移工 并不会说移工本国工人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当然也许他在从事哪一些的行业会被列在 里面 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换句话说移工施打疫苗 它在跟本国人的 它待遇是一样的 那我想我们不会 剥夺他的权利 那也不会特别为他们 就是说一定要怎么样 我想其实这个防疫是一个全部的 那不管是你是印尼来的 或是哪里来 或是这里来的 只要在防疫上有需要 我们都用这样的一个角度 去安排施打疫苗 那至于在里面将来的监督 在这个解封的时候的监督 我相信各个主管单位 都会很认真地去做 那至于流病相关的调查 其实我们持续一直都有在进行 指问官好 新唐人提问 想请问 台湾推出的疫苗通行证 在设计上是否有参考哪些国际上的做法 那么根据指挥中心的了解 目前疫苗通行证 或是疫苗照护 疫苗护照在国际上的普及率的 情况又是如何 另外呢 欧盟在上个月有推出这个疫苗护照 但是也坦言 面对Delta变异株的日益扩散 恐怕会削弱这些通行证的一个效力 那么这个部分 台湾有哪些的考量与做法 以上 谢谢 我想在健保 健保署 做的那个COVID-19通行证 是站在服务的一个角度 把相关的记录列在 一个栏位 就是一个一次性就可以看得到的 那里面他最重要的改变是把身份证字号放到 上面去 那所以愿意来运用的单位 可以尽量来运用 那但不是一个 就是我们现在当做一个公证的 就是 就是我们所已经认证的了 因为认证还需要有一些的 手续 那至于在推动在相关说 有所谓认证的 我们现在也积极在做 当然且运用健保既有的 在做一个认证 或者 其他发展其他的一个系统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资讯组 都在密切的研议中 变台湾的新增的病例数呢 是有31例 好 这个病例数跟昨天是差不多的 指挥中心告诉大家说 现在台湾的疫情是处在这个平原期 要再往下降 确实是不简单啦 这边要赶快来请教林医师 我们指挥中心呢 还是保守起见 把三级警戒继续延长到7月26 阿中部长告诉大家 我们要拼的是726就可以降级 这是我们真正的目标 可是同时呢 为了一些生计的考量 三级警戒之下 我们还是有一些这个 违解封的措施 好 这就引来了很多人的一些抱怨 觉得说各行各业执营都不一样 中央地方也不同调 国民党江启臣就骂说 中央跟地方应该要先沟通好 再来宣布 不应该甩锅给地方 所以今天江启臣就讲了一个名词 他说不要让违解封变成为解封 假的这个解封 这个部分要请教一下医生的看法 台湾很少有那个忠诚的反对党 真的啦 就是说 我们每次呢 责任长说怎么反对党就 未反对也反对 这个常常有啦 那其实不管 中央疫情指挥中怎么规定 我相信 绝对人有不同的意见啦 其实本来我们就不符合三级解封的条件嘛 你看嘛 三级解封的条件是什么 一周内 少于三处的社区群聚感染在发生 我们有少于三处吗 没有嘛 你看嘛 我举一个台北市的给你看 那个环南市场事件 对不对 还有 最晚方 一月又来 是 那个百货公司 对不对 我这样举就三处了啦 更不要说其他的东西再举一下 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符合三级解封条件 而且你再看今天的未知感染源的 病例有多少 应该有 今天有应该有十几个嘛 因为你 已知的是有十九个嘛 未知的还有十几个 所以你看 三级解封的条件就是这两个嘛 一个 是说 一周内有少于三处的社区群聚感染嘛 我们不符合啊 第二个 每天有 那个少于十个未知感染源的确诊者 我们也不符合啊 这个为什么要为解封 这不就是地方大家给他的压力吗 重要意思是他也不想开放 但是 我们有时候在 医疗跟 经济这边要取得一个拼人 为什么要为解封 所以他没有真正解封 他为解封 要不然就干脆解封 所以他拼7月26号解封嘛 7月26如果可以真正解封 那当然大家就万事太平了 大家可以回到二级去 戴个口罩就好 还可以自由活动 我说真的 政治上绝对没有说 你要让100%的满意 才推出政策的 一般讲起来 如果可以让三分之二的人满意 就了不起了 就可以推行了 所以你说 我说即使是九汉逢甘霖 都有人要报应说 我今天想出去为什么给我下大雨 没有办法的事情嘛 所以你今天 地方首长今天假设 中央说我一定要怎样 你不可以给我反对 你看 我们 于我们在民主体制内 我们各个省政 是不是又有不同意见 一定的嘛 张启臣 主席会不会有不同意见 一定有的嘛 你即使怎样做 都有人有反对的意见 这个反对意见到底是为国家好 还是为了自己好 就要考量了 对不对 所以三级解封这个微解封这个事情 真的本来就不是真正的解封 我在讲 如果真的要好 地方首长其实可以适度调整 比如说 你可以说 好了 今天这个有些群聚 我不想让它 进行 但是我一个调整就比如说 你打上疫苗的 或者是你快晒阴气的 你就可以来 那也是一种办法 其实国外早就要实施 不然的话你就是变成说你都不管的话就变成是 像国外很多的那个疫情 解封又群聚 群聚以后再封锁 然后再解封又群聚 都是一样都走这个路线 所以你如果真的要稍微微调整 其实有一个办法就是 打散疫苗了 可以不用考虑太多 你可以让他进来 或者是快晒 马上快晒阴气的 你可以让他进来 餐厅内用都没有关系 百货公司也可以 丹麦产也可以这样做 其实这不是我发明的 这国外也是这样在做 德国什么那个沃州也是有这样在做的 你地方上我其实可以做这个考量 要不然我有些东西 说实在我也觉得有点 不太合理 九人 可以去 旅游 九个人不是坐在一辆车子里面 不是很密集吗 然后呢 我自己在打网球 他说网球只能单打不能双打 好奇怪 那网球场那么大 在户外的网球场 为什么只能单打不能双打 那你又可以容许那个棒球 棒球是几个人 九个人 棒球又不是只有一个人 那九个人可以打棒球 结果四个人不可以打网球 那也是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有些事真的是有时候 考验大家的智慧 当然这个东西 今天很多的事情就是 我们主要问题在哪里 问题就在我们疫苗 还没有那么多 差不多说这个真的有点困难 覆盖率还不够 如果我们今天疫苗真的很够 把 我不要讲九十分不可能 因为我们 小孩子目前是不能打疫苗的 你如果18岁以上的有九成打上疫苗 那也差不多等于全人口的 六七成 如果今天有这个条件的话 我觉得我们就解放算了 就仿在英国这样 让有些人感染就让他去感染吧 我也没办法 我总不能一直给你封锁 其实 我觉得大家有点现在也是受不了 很多在群聚 已经在群聚了 车子也一大堆了 卖场一大堆 想要去玩了一大堆了 也受不了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 民主国家有个好处 就是说你可以发言 你觉得不高兴你可以发言 当然我们民主国家也面临一个问题 诸侯割据 没办法 他每个宣誓场都有他的意见 我们如果像中国大陆一样 习近平说 说什么就是什么 不高兴的 你反对了 就抓起来关起来 那当然是 这个命令最好执行 在台湾就不是 其实刚才林医师有讲到 过去指挥中心一直在讲 如果这个防疫强度太高太强的话 很容易就会导致民众这个防疫疲乏 很快就出现 中央这一次定出了微解封的指引 希望也让地方有点弹性 不过有关于餐饮业的这个部分 下个礼拜开始 中央说可以微解封了 可是目前六都里面 只有台南顺时钟 说要开放内用 不过好了 现在台南市民很坚定的 说很担心这个旁边 如果是外线市 通通都跑来台南吃饭的话 这样会不会酿成破口呢 现在黄伟哲的脸书 已经被网友们灌爆了 我们稍微回来 一直来关心 周末加热想来晚台南人最熟悉的早餐 湿木鱼粥却只能外带 不过再冷两天可能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因为台南市顺时钟 三级为解封开放餐厅内用 再来吃一吃也不用再洗碗 让我们一些做小生意的人 小吃摊 还有这个餐厅 能够稍微透一个气 要不然快窒息了 替做小生意的业者着想 不止餐厅开放内用 连夜市也行 但六都里包括双北 桃园台中高雄 全都选择逆时钟不开放内用 只有台南市开放 让不少市民担心 涌入黄伟哲的脸书留言 要市长开放内用请三思 小市民很害怕 有人直言开放内用 跟鼓励外县市来逛夜市 都非常不治 不要为了拼观光 赔上台南市民的生命 北部一定会跌下来台南 我们要重蹈韩国的互测 假日才会下来 假日我们要小心一点就好 只有台南这样内用 我觉得也不OK 外客都会集中在台南 那年草莓很多 比较危险一点 我怕其他县市的 观光客会下来 就有可能产生传染的问题 河南市的观光城市 也是美式之都 有业者已经等不及 在室内桌上放上隔板准备 但小小空间就算有隔板 要怎么拉出 1.5公尺的距离 小市业这坦言开放内用 心情很矛盾 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有的业者则认为应该看疫苗施打率 再来解封 全国施打率都如果超过6成 或是我的员工都打到疫苗 我们就会开放内用 台南市顺时中 却反而变成五都中的异类 原本黄伟哲上午要视察大冬夜市 解封前的准备 也临时取消 表示将会再和团队讨论 是否会政策转弯 也让外界关注 我们看到现在六都里面 唯独台南在餐饮业 唯解封这一块是顺时中的 不过我们刚才有看到 很多网友涌入黄伟哲的粉专去留言 说要市长再好好想一下 所以现在最新台南是说 会不会改变政策 今天下午会再研议 随时可能都会有变数 相较于台南 我们看到在北北桃这边 台北市新北市跟桃园市 很早就定调都是不内用的 这个部分稍后再来请教 新北的原职议员 不过这边我要请教台中的永宏议员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昨天 节目在进行当中的时候 其实卢秀燕 台中卢秀燕还是说 餐厅可以有条件的内用 不过后来到下午的时候 又急转弯了 说餐厅是要禁止内用 只维持外带外送 台中急转弯的原因是什么 要请教议员了 其实这个政策坦白讲 这个来的有一点点的仓促 那地方会有各式各样的意见 坦白讲叫为解封 我们就以餐厅为例好了 餐厅的解封 一方面是为了生计 二方面是说大家闷太坏 太久了 第三个很重要的是什么 其实我们很多业务人员 包括在外面工作的 跑业务的 甚至这些外卖 外送人员 你路上也不能吃 他骑摩托车他也没地方吃 他也不能在公园吃 所以我觉得 其实这个是 有一些说他有必要性 你确实要让 有一些人是可以去餐厅内用的 我想这个是 从人性的考量 那么从经济的考量 其实大家都很闷 你说小吃店餐厅没办法经营 其实KTV也是 还有大家都不愿意讲的 比如说八大 我坦白讲八大有很多 八大这个 八大场所有很多是 说真的是单亲家庭 单亲妈妈 他们也不再 纾困补助之列 所以其实每一个时候 一定都会有说 那你面对经济怎么办 台中是这样 因为大家都很担心 坦白讲 台中是中部的 应该这样讲 台北是台湾的首都 你如果说中部有没有一个首都 就是台中市 你整个大中部 你北部有桃园 新北台北三个直辖市 南部有台南高雄 两个直辖市 六都中 就只有一个在中部 所以你中部周遭的 县市包括南投 包括苗栗 包括彰化 甚至包括云林 都会跑到台中来消费 那台中 所以台中包括观光的夜市 包括他的这个百货公司 什么 他就等于是一个 中部不管是 经济中心也好 也是娱乐的中心 你现在一个开放之后 那是不是大家 其实我们也很多人怕说 那你北部都没有开放 那今天有人说 我们要庆生 那去哪庆生 那我们到台中去 去台中庆生 那我相信这个台南很多的这个业者 他担心也是这个 那我觉得是这样 就说 所谓的围解风 应该 大家其实是要有更有效率的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 包括地方政府 他们也要去评 他要自己去评估 像去年包括KTV 包括八大 就是所谓的夜店这些 其实各县市状况也不一样 各县市开始去 封的这个状况也不一样 各县市去解封的这个时间也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 就是说有的包括国民党主席 江启臣在批评说什么 你这个为什么这个中央制造这个 为解风之浪 我觉得他讲这个是 第一个身为一个国民党的党主席 又是立委 他讲这样是不厚道 而且非常不专业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传染病的防治法 里面就写得很清楚 第五条就写得很清楚 中央是 定定政策 然后来 规范这个疫情 那地方政府去执行 那在第36条有讲很多的状况 是你地方政府你要去救你的状况去针对 你可以定定一些限制吗 当然你就可以去解除一些限制 所以你如果地方政府在今天觉得说 我觉得这个时候我暂时不适合 那么就地方政府决定 我举个例子好了 比方说最没有疫情的地方 那么你硬要他说你现在中央一律 要他这个 这个都不能够为解风 但也不合影 因为他觉得说我这边 又没有疫情 然后我这边又很乡下 坦白讲那种很乡村的地方 人口没那么密集 基本上就是乡村的生活就是 他没有什么移动人口 你都会去才会有经常性的移动 每天要通勤去上班 还会跨区 乡村地区就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你当然要给这个权责下来 我觉得这第一个 第二个是 我觉得江启臣要讲这件事 坦白讲是一种焦虑 为什么要焦虑 因为现在声量都集中在柯文哲 柯文哲吃尽了这个 国民党的豆腐 还去找了赵绍康做了专访 对不对 然后之前台大政治系 他们也做了一个调查 调查发现什么呢 调查发现说 现在柯文哲的声量 跟他的支持者 很多来自于国民党 来自蓝营的 也就是说 柯文哲现在争取这一块 什么共主呢 他不是要争取蓝白的共主 他要争取所有 讨厌你民进党的共主 坦白讲就这样 讨厌民主党哪里 也就是当然国民党 然后民众党还有一些游移的 那他就是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坦白讲就是不务正业嘛 你柯文哲应该做的事情是 你把你的疫情做好 说实在 我说 这每个14天是一个周期嘛 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这个传染病 我们管居家隔离 或者自主健康管理都是14天嘛 这个部分我们待会再继续来请教 现场我们要插播一个最新的消息 台南在刚才开会决定了 还是要跟进其他五都 通通要这个禁止内用了 好这个部分 我也要赶快来请教一下 新北的原汁议员啦 其实呢 新北市呢也是蛮快的 就告诉大家说 一律都是外带 餐饮是不开放内用的嘛 那我们看到 台南原本是六都当中 唯一要顺时钟 唯一上个礼拜开始 餐饮业要为解封的 但是在稍早 刚刚也确定了 下礼拜开始 一样还是不能内用的 怎么看 其实也不是只有台南改 像台中第一时间本来也要顺时钟 后来也改了嘛 台南也 现在刚刚改 屏东在稍早的时候也有改 也跟进了 大家本来一开始都是说要顺时钟 后来也都改 那所以这样看起来 全国这个下个礼拜开始 餐饮业不内用的是占多数 就是几乎都几乎很少内用 那我觉得 我觉得台南屏东改可能也有点原因是 因为看到别的县市的关系 所以参考别的县市 因为台湾就这么小嘛 各县市之间就这么近 如果 我们北部通通都禁止内用 然后你开放 大家想说那我们就 去台中吃饭 去屏东吃饭 所以 他会害怕嘛 所以 我看到台南市长 黄伟哲 黄伟哲他脸书被灌爆 很多人就说你现在是要全台湾都来吃东西是不是 我觉得他顶不住这个压力 因为按照那个民调来讲的话 其实现在民众 支持就是严格一点的还是占多数 大家还是很害怕说到餐厅 吃饭 万一口沫横飞 然后影响到大家怎么办 但是这就是个两难 就是说那餐厅的经济怎么办呢 那其他的一些商店的生计怎么办呢 所以就陷入这个比较 很难决定 我是觉得非常难决定 要做一个决断 就是说你到底是要站在什么角度去思考这件事情 那以新北市来讲的话 因为大家知道新北的疫情 毕竟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属于一个比较严重的状态 但我们现在是降下来了 我们现在讲 在前几天都还有个位数 那今天又稍微多一点点 今天13例 13例 然后我们这一两个礼拜都在统计 就是我们的疫情跟台北市是高度相关 新北市现在都会把跟台北市相关的病例 就把它特别匡列出来 我记得有一天好像是20例 里面有大概12例都跟台北相关 台北又跟环南市场跟北农相关 所以我们也非常密切注意台北市疫情的发展 双北市就是联动的 那回到这个 那侯友宜他为什么就是第一时间就采取一个比较严格的措施 除了我刚刚讲说我们这边是疫区之外 第二个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 目前社区应该还是有存在一些引擎的传播链 那我们还是要把它找出来 那现在新北市的做法都是有一个台大工卫系教授叫陈秀希老师 就是建议说我们都采取广塞的方式 那所以就有在新北市设立 本来是40个社区筛检站 然后现在剩39个 每天都一直在塞 那最高的有一天塞到1万人 那因为广塞你没有强制性 就是鼓励大家出来塞 那现在一天大概都是有四五千 那阳性率有越来越降 我看大家现在都剩到零点几 那因为你广塞的结果 陆续还是有人 那这样子就可以尽量降低黑数 那从塞到现在已经塞了大概一千多个 一千两三百位确诊者 那这确诊者有一个共同的现象 就是几乎都是没有什么症状 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设这个广塞站 他是不会出来 他不会出来这些人都是在社区里面 可能就会成为社区传播的风险 那所以我们也一直就是关注台北市 到底对塞减这件事情 有没有很重视 那感觉好像是没有了 比如说陈秀希老师有建议说 你看市场最近都是环南北農市场大爆发 那你是不是应该每个礼拜要塞一次 要求那些市场摊商 其实阴性证明再到市场里面去做生意 那结果柯文哲的回应是说很困难 你要一个礼拜要他塞一万人的话 他觉得很困难而且不切实际 他说一个礼拜一万很困难不切实际 可是我们新北市一天可以塞到一万五千人 这为什么会有这个很明显的差距 为什么新北可以台北不行 这个民众也很疑惑 好有关于台北市的问题 等一下我们一样继续请教议员 不过现在大家要来看的是 有关于这个违解封的指引 中央南违地方父母官也有很多压力 那现在还有家长们也觉得很崩溃 从三级警戒来到现在 真的小朋友不知道送到哪里去 幼儿园啦安清班补习班到目前为止还是都不能开的 到底要怎么办呢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要麻烦玉惠姐来帮我们补充 教职员工在幼儿园门口排排站高喊成勤 台北业者同样说快要撑不住 都没有收入嘛 但那个老师的薪资还是要付 所有东西还是要付 所以我们其实压力还蛮大的 很多中小企业就可以有这个 或者是也小吃摊好了这样子说 他们都有个50万的 很简易的就可以申请 对补习班来讲 我们要去做这个不行 因为我们不属于经济部的范围 对银行来说 教育部没有给我们特别这样子简单的方式 让我们去支撑我们的营运 却要我们配合所有的政策 然后休息 我们要去做这个贷款 困难重重 等不到学生也说等不到纾困补助 三级警戒延续到7月26号 学校幼儿园安清班持续暂停 周四政策一宣布 卫福部的联书立刻涌入大批家长洗版 质疑幼儿园不能开放 为什么健身房可以 讽刺干脆把小孩全都送去健身房 他们不是固定的也没有稳定的班底 那反而是脱幼中心是稳定的人流 小朋友跟老师都是安全的 而且老师都打过疫苗了 矛盾的事情也不能说没有了 不过又有优势不开 就是因为人比较多嘛 他会群聚啊 那这些都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做的一些规定 让大家可以满足一些 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希望 那也不要增加太多染疫的可能性 政策让许多家长一头雾水 孩子不能去上课 双新家庭只能继续 轮流向公司请防疫假 感觉要一直请下去 实在好崩溃 还有家长傻眼 明明孩子没去上学 却收到缴费通知单 家长业者抱怨连连 陈志中强调 会尽快让教职员 和补教业者打疫苗 再恢复上课 但对家长来说 三级警戒看不到镜头 到底还要认多久 三级警戒以来 真的听到很多家长们崩溃的声音 我们看到 尤其又看到健身房 或是运动场所可以开放 家长的内心觉得很不平衡 说为什么可以群聚玩乐 却不能待照上课 那你开放让大人去电影院看电影 那小朋友为什么继续停课呢 甚至有人说 那整期啦 把小朋友都送到健身房算了 还有老师 这个家长说老师上课可以改在小吃店吗 很多家长 很多爸爸妈妈的心声 也要请教御惠姐 因为说真的 这个虽然家长们可以请防疫照顾假 但是这样请下去也不是办法 请教御惠姐 老师讲 我知道很多的家长真的是快崩溃了 我自己就有表妹 那小朋友在家里面 一开始的时候很开心 每一天跟着小朋友一起视讯 每天都化好妆 视讯跟老师一起对话 到现在呢 真的是每一个家长真的是要陪小朋友在家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我相信这两个月来 所有的人真的都很辛苦 但是接下来我给各位看的这个 是刚才林医师有提到 其实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是封城了以后解封 为了经济的因素 不得不解封 解封了以后再封城 这个反反复复 你光看 这个是一个媒体他所制的表 英国就是封城解封三次 法国也是封城解封三次 马来西亚两次 新加坡两次 日本三次 现在即将进入第四次 韩国也是大概三次 德国也是大概两次左右 澳洲也是两次 意大利也是非常多次 但是呢 其他国家的封城跟我们的封城 跟我们的三级警戒 其实还是有程度差别的不同 别的国家呢 它是封城是你连门都不能出 所以有一些人呢 是遛人家家的狗 把人家家的狗本来胖胖的遛到很瘦 或者是呢去遛气球 就是为了想要出门透透气 我们台湾呢 你还可以去出门买东西 但是我们都已经觉得这么辛苦 给各位看一下 这是英国的 你看英国第三次的封城 各位可以看到 它是从1月5号开始 封到7月19号 一封给你封半年 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封城 那意大利呢 意大利人大家也知道 他们是最浪漫的 他们从去年 大概圣诞节之前就开始封城 一路封到跨年 所有的意大利人也都快封了 那现在其实欧洲在打欧国杯 很多人最近在看足球 美洲在打美洲杯 大家知道这个群聚的结果是什么 可能当欧国杯打完 当美洲杯打完 大家各自球迷回家了以后 全世界的疫情 会不会再来一波 这是我们大家非常非常担心的 所以我们要关心的是 我们的疫苗打的情况是怎样 这是今天机关署上面各位可以找的一些资料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 我们昨天总共打了大概有22万多人 那22万多人当中打莫德纳有21万人 那打这个AZ的大概是有6000多人 我们昨天我们现在打到昨天为止 我们现在全国的疫苗的覆盖率 大概将近14% 我们现在目前是以一天大概超过 大概1% 1%多一点点或1%少一点点 现在因为打莫德纳 大家的意愿比较高 所以以这样子一天1%的速度在进展 那如果说未来是AZ 那如果大家愿意 特别是年轻人 如果打AZ的这个意愿 不会像长辈一样 如果降下来的话 那我们大家是有可能在7月底达成25% 我觉得这个是牵涉到 刚才这个林医师有提到 因为现在疫苗 我们手头上还有很多的这个疫苗 但是问题是 我们大家打疫苗的速度够不够 够不够到我们整个的社会 能够达成群体免疫 这个是现在我们所有的这个 我们所有人 必须要大家一起来共同努力的 然后我接下来给各位看 这个是几张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个图表 这个你看到这是台南市 台南市呢 他们大概也是从这几天 才开始打的 打的是什么 幼教 还有这个安清班的老师 这是基隆 高雄也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是屏东 屏东大概也是都在打幼儿园 然后这个是桃园 也是大概都是这几天 为什么给各位看到 是因为这些的城市 台北才刚刚打完保姆 大家知道吧 打完疫苗 你的抗体形成大概要两个礼拜 18岁以下的小朋友 到目前是没有办法打疫苗的 是要靠我们成人 我们有了集体的这个免疫以后 我们才能够保护18岁以下 他们不得病 虽然说18岁以下 他的重症率 甚至于致死的情况 是比较罕见 比较少 但是你的后遗症 如果一旦发生 这个对年轻的孩子来讲 这是一辈子的事 所以为什么 包括安清班 包括幼儿园 如果因为今天 我看到下午的 这个指挥中心 他们在公布 是因为在安清班 跟幼儿园 小朋友 各位去看看小朋友 我们大人戴口罩 夏天都这么辛苦 小朋友戴口罩 那个动不动就扯下来 而且小朋友戴口罩的那个习惯 跟大人不一样 你更不能够保证说 他的口罩是能够确保他 他是真的能够保护他的安全 所以万一当老师都没有办法 形成一个这个有抗体的情况 小朋友就到学校去 如果是从老师那边得到了这个感染的话 各位家长你放心吗 你到学校去以后 你的孩子在家里面 你是笑命命的 你是顾得好像补费 然后到了这个幼儿园以后去 一下子感染了 怎么办 回家再感染给家长 甚至于感染给阿公阿嬷 那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两难 一定有很多的家长 现在这个没有办法送他们去 然后会讲说 为什么健身房可以去 小吃店可以内用 那为什么我的孩子不能够去 去这个安心班 不能够去幼儿园 万一去了以后染疫呢 你有想过这个后果 他们不能打这个疫苗 不能打疫苗 就是可能我们大家剩下来的 我们大人要形成群体免疫 去保护他们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可能 要稍微保守一点 我也看到很多的家长 其实他们也蛮理解的 他们说 最好这个时间点还是不要开 这个为了确保孩子的安全 所以我觉得这个 为什么要为解封 是因为刚才 如同永宏议员所讲 有的地方零确诊 然后这个每一天都加零 然后这个家的附近 可能也很空旷 那又不像我们台北 足迹也不会公布 疫调要住的一塌糊涂 会影响到新北 会影响到桃园 会影响到基隆 所以当大家现在都关不住了 整天现在想要去有青山 有绿水的地方 然后跑出去玩 万一跑到别的城市去 那北部如果是 是比较这个严重的 这个热区 跑到别的地方 传染给其他的地方 所以这要需要因地置疑 这是为什么说 我们应该把目标 要设定在7月26号 现在大家慢慢去调整 慢慢去做校正 真的 所以这阵子真的 还是要请这个家长 爸爸妈妈们 再辛苦一点了 不过这边 邀请永宏议员 再来简短 帮我们补充一下 因为其实我们有看到 指挥中心今天 还特地为了家长们 特别讲了一段 就是确实 0到6岁的这个小朋友 真的染疫人数 还是不断在增加 这也是指挥中心 担忧的点 其实我们只要 有小朋友的人都知道 因为小朋友在家 其实最受不了的是家长 家长 我听到我一个朋友说 当然是笑话 他说 他的小孩跟他说 发现老师真的很伟大 他说 妈妈才雇我一个月 你们就说你们要疯了 结果我们每天都去老师那边 这是大家觉得受不了 但我要讲一个 事实上 刚刚我们与会 已经都讲了全世界的状况 包括疯了 又解 解了又疯 我就讲去年法国的状况 欧洲的状况 你知道从疫情开始 一直到什么时候 他们才开始上课吗 有的帮是在9月 有的帮是到去年的年底 我们不过是两个月不到的 两个月的时间 我们就说快疯掉 你知道法国是怎么样 你知道欧洲的状况是怎么样吗 他们是将近一年 最快的也是从去年的2月 到去年9月多久 半年7个月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有耐心 我们很喜欢讲说乡忍卫国 我们台湾只示范一次 那我们去年真的做得不错 但是我们没有经历过那些 我们现在经历是人家已经经历过 将近一年半了 快两年的时间 我们现在经历的是人家已经走过 我们现在被封的状况 只是人家已经 事实上我们被封的状况 人家封了好几次 而且我们其实状况不一样 我们还有可以到卖场去买东西 因为那是维持生活必需品 包括大卖场 包括超商 包括一般的小超商 他们只可以去超商跟药店 然后我们还可以去买东西外带回来吃 你去看看他们可不可以去买东西回来吃 我们还可以坦白讲 我还有看到大家 就是说我们那边还是有人 就是他出门戴个口罩在跑步 还有你去看看当时的欧洲 你只要出门警察就把你拦下来了 你一定要有一个理由 他是撑了好久之后才说 好吧你可以运动 但是你不能够两个人结伴 还有你可以刚刚讲过六狗 那时候不是很多网络上都在传 把自己打扮成恐龙出来 然后警察那边好像在围捕野狗一样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是说 是很辛苦没有错 是撑不住没有错 但是说真的 这世界上 这台湾有两种很辛苦 一种就是我们现在心情上 那我跟大家讲 你只要看看去年的欧洲 看看去年全世界各国 你就觉得我们其实现在还好很幸运 所以有点耐心 但另外辛苦的是说 他真的是有生计影响这些 我觉得这些比较是说 但这也不只是指挥中心 因为指挥针对疫情 但是就我们的经济的状况 我觉得这个不是用 围解封来去处理掉 因为你围解封只处理掉 小吃 餐厅 那但是对于其他 他本来就需要做一些 比较社会边缘的 不是指犯罪的工作 他的比较社会边缘的人 那他的工作版 他可能也没有劳保 没有健保 事实上有很多这种 底层工作的人 那这些人的生计就特别的重要 我想就说我希望 指挥中心要把这两个分开 那么各县市 因为台中市因为今天又 刚又传出说 包括有一些足迹 所以我觉得有了这个状况之后 就算昨天台中市政府 昨天真的也坚持顺时钟不改 我相信到今天他也会改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政府 他还是会担心 那就跟我刚刚讲的就是 我也怕说 不只说你跑来我这边的餐厅吃饭 很可能你在台北没有工作 你可能跑来台中说 不然我来你这边打工 因为你现在餐厅可以内用 要服务生 那你们台中那我别人拿150块时薪 我拿100块 所以大家会担心这个 所以我在想这个确实是 还是尊重地方政府 但尽量就是中央对于你这个两难 你又说经济然后又什么 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有一点点的耐心 我觉得包括想出去玩的这个 也请大家先收敛一下 一点点耐心 包括家里有小孩的 那当然我也希望赶快 那疫苗施打是要快速 事实上我们的疫苗是 从6月底开始其实没什么问题 到7月中一直陆陆续进来 那现在就是各县市的施打的状况 那坦白讲我们 昨天的数据是这样 事实上当然我们这个 高雄是打得最好的 台南打得很好 事实上台中打得也不错 除了六都之外 就是说其他县市状况不一 重点是六都打的状况最差是哪里 是台北市 这就是问题所在嘛 台北市是这个预算最多 医学中心最多 小诊所最多 你要去到越乡下地方 那个小诊所越少 台北市诊所最多 而且台北还有什么 别人没有 他有台北联合医院 他有这么多间的医院 那为什么你的施打速度 会比较慢呢 其实我刚跟林医师有在聊 其实台北市医疗人员都很辛苦 你叫他打他就拼命的在打 很认真 问题是在指挥官 你这个台北市长到底是在做什么 你就是今天中央说要做这件事情 你就说这个没有效 我要做那件事情 疫苗的状况也是嘛 尤其莫德那时候保存问题 疫苗不是说你说你多给一点 我来打 我给你 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样足够的冷链设备 那我如果给你 然后你打不完 那不是拿到冰箱去冰就可以了嘛 所以我说 其实一个就是说 县市政府打的速度要快 一个就是大家只要轮到你 你就赶快去打 轮到你就赶快去 不要去等那个 因为说实在我们的疫苗 尤其AZ被污名化太久了 全世界打AZ最多 所以没有关系 现在有莫德那 你只要有疫苗你就赶快去打 有疫苗赶快去打 不要说有了疫苗了 然后到了我不打 那也重要尽快把这个疫苗 一直往下开放 因为有的要出国去工作 出国去念书 有一些有迫切需要的 你就赶快一直往下开放过去 刚才议员点到这个台北市 现在的问题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就来看 因为六都首长的网络声量排行榜 已经出炉了 台北市长柯文哲是抢下第一 抢下话题王 我们稍微回来一起来看一下台北的状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